但是未全一把普希木材 賣給三立德以後 那個是從地方到中央 一路開綠燈 還會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綁在一起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是不是獨立 當賴清德政府 手中掌握檢票的時候 移轉焦點選擇性方案 太明顯了黨檢沒三位一體 赤裸裸的向全台灣人民展示 何謂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 不投降 這就是你的下場 如果說今天要講土利 那我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未全的普希木場 之前要做 土地使用分區的變更 要從農業區 變更成特定專用區 永遠變更不過 但是未全一把普希木場 賣給三立德以後 那個是從地方到中央 一路開綠燈 還會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綁在一起 馬上特定產業專用區 就變更成功了 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是不是圖利 請問按照三立的標準 這是不是圖利 今天三立電視台那位記者 還跟林楚音立委 兩個教大家什麼是新聞 這個老記者我看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新聞的ABC 你任何評論不就是要 本於事實的基礎嗎 那請問 我們如果今天要回到新聞的本質的話 媒體應該是在監督濫權的人吧 媒體怎麼會成為執政者的陰 陰權 找牙 政治打手 我就打開你們家的政論 你們就是發動的啊 你們就每天在那邊絞殺政敵的啊 是不是 你們這個政論節目的主持人 以前是主播 現在是部分區立委 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還在談新聞專業 這不好笑嗎 目前台灣最大的狀況 最大的危險跟狀況 就是說當賴清德政府 手中掌握檢調的時候 那移轉焦點 選擇性辦案 太明顯了吧 一個所謂真正的法治國家當中 選擇性的辦案 選擇性的執法 甚至在選擇性辦案跟 選擇性執法的背後 那還有動用國家機器 讓檢調違法濫權 配合著媒體側翼操作 那這一種非常惡劣的狀況 它真的讓台灣的民主法治 不斷的在向下沉淪當中 今天所發生的很多狀況 我想要提醒一下賴清德總統 這不是你十幾年前 你所痛罵的狀況嗎 賴清德總統你還記不記得 你在當立委的時候 是如何痛罵這一種壓人取功 是如何痛罵這一種違法濫權 的偵辦方式 沒想到 當你搖身一變 變成掌握權力的總統的時候 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在你主政的 民主進步黨的政府下 黨檢媒三位一體 赤裸裸的向全台灣人民展示 何謂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 幹 不投降 不歸順 不接受我的招安 不願意被我摸頭 這就是你的下場 這就是你的下場 每天都要帶你去 在你上路都還有一陣子 你去找一陣子 你應該要找一陣子 給你 感谢观看